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怎麼樣?今天早餐吃得飽不飽? 很飽 現在我們又去四菜一湯 不就是吧? 我今早早餐還沒下這麼快 又四菜一湯? 不用怕,只看而已,不能吃 好 在南靜縣田奈坑這裡 如果你叫四菜一湯 人們會叫你來土樓這裡 是福建很多地方都有土樓 不過最主要有一座方形 三座圓和一座橢圓形組成 所以叫做四菜一湯 美軍真的不懂事 以為這是什麼? 核彈基地 就特地派了他們中央情報的人 扮遊客 你也去檢查什麼 終於看到原來是民居 很難怪他們 因為他們都沒見過一些山谷裡面 有這麼奇特的民居住 土樓是建在山谷這裡的 主要都是為了不要那麼容易被人發現 這裡的居民也都躲避過戰爭 為了整族人一起居住和防禦的要求 他們就利用山間的平地和就地取台 用泥土、木材和鵝卵石做建築的材料 起了這幾座堅固和防禦性很強的土樓 在十幾年前就很少人進來參觀 但去年開始就很多人都會進來 原因就是六個字 哪六個字?Steve 就是世界文化遺產 土樓的外面我們看得很清楚 你猜一下裡面的布局是怎樣的 會不會好像星爺那套功夫裡面的 豬籠城寨一樣 那我們要不需要扮虎頭幫 走吧 在這裡看到那些溪田這麼漂亮 周圍都是樹木 其實心境是放鬆了 覺得很舒服 沿途風景很漂亮 有很多植物 Fanny 考一下你 知不知這些是什麼植物 我真的一點資料都沒有 因為平時很少出去逛山 這些叫地瓜 其實是番薯 原來這些是番薯 番薯可以吃 上面的番薯葉也可以當菜片炒來吃 看看上面的一棵小樹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你喜不喜歡喝鐵觀音 喜歡 這就是你平時喝的鐵觀音茶 這些就是嗎 是的 可否摘兩棵花給爸爸媽媽 前面喝得來 來到這裡 這裡一點都不像豬籠城寨 當然 豬籠城寨是龍蛇混雜 這裡人是很純潑的 是的 Steve 麻煩你 你也小心 好 剛才我們沿途走下來 路是彎彎曲曲的 是的 這裡的名字叫田螺坑 留意到就是 一邊這樣串下來 好像田螺一樣 在山谷的底下 好像是坑 所以叫田螺坑 是的 真的很貼切 是的